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脸上贴的这个是什么呀 防冻贴 其实就是今年召开冬奥会 然后我看到很多那种教练员 运动员都贴的这个东西 冰雪运动员都用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也经常在冰山这种地方 这种工作呀 生活呀 所以我觉得我就学习了一招 通过冬奥会 就是防冻贴 就学习上去 我记得上一天 那次您上去的时候 有一个小妙招贴了东西的 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效果非常好 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贴的部分 其他的就是贴了部分 这个明显的一个陷阱 这就是我们贴的防冻贴的效果 因为我们每次从 触控的触控出发的时候 我们要步行很长的时间 同时还要进行一些 高强度的体力上的工作 那如果戴着面罩的话 经常这个时间一长 就会变得很湿 就是粘在体力上 或者皮子上 非常的不舒服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的 就是人的本能 会把它给拽下来 这你一拽的话 你会被闪上 所以最好还是有功能 直接扶住 然后然后又说两个 呼吸的皮肤 还有嘴巴 这种效果是最好的 这种效果是最好的 我会被判断了 你会被判断了 你会被判断了 你会被判断了